起这么早啊 起来了 坐这儿等我啊 粥马上就好 我呀给你煮点粥 昨天你不是喝多了吗 起来胃肯定不舒服 喝点粥 养胃 还有这个 一边吃呢 一边看报纸 这画红笔的呀 都是我觉得呢 比较适合你的工作 你看这儿有财务助理 有广告策划 还有这个总经理助理 我就想了 这总经理助理吧 未来肯定免不了要应酬 又得喝酒 你喝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你 来 一边吃一边看 吃好了 看好了 把自己呢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开始新的一天 谢谢你 你看 老跟我说什么谢谢 知道你这人呢要强 凡事呢都得干好了 不能让别人比下去 我老觉着你跟家里啊 胡思乱想的 不如啊出去看看 当然了 你要是觉得这段时间累 想跟家里好好休息休息 也行 嗯 对了 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 没有 酒品好着呢 就是一直喝 喝完了就睡了 真的 真的真的 好像说了一个什么 这么多年 什么最难熬的事都熬过去了 就想问问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昨天丢了工作 心情不太好 所以瞎说了什么 你别往心里去 我倒没什么 我就是希望 你能够对我坦诚 这几个工作 哪个更适合我一点啊 嗯 我觉得这还行 就这个这个 财务助理 你以前不是学历专业的吗 而且这工作啊 你也干了 我觉得这个 相对而言比较适合你 嗯 我也觉得这个比较适合 对 有双修有节价 多好啊 来 就这样就说 就试试这个 好 行 你先吃 我再给你摊个盒巴蛋啊 嗯 嗯 这么急找我 有什么事儿 你为什么辞退一人 我是董事长 辞退一个员工 有什么问题吗 辞退一个员工需要合理的理由 你的理由是什么 一个普通的员工 你这么上心干什么 你说给我听听 我不能辞退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没有做错事 所以你不能辞退他 妈 你不能因为你的私心 这么做事情啊 我的私心 你倒数说说看 我自己的私心是什么 我的私心 就是希望你好 希望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我有错吗 好吧 我来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辞退他 他是不是上文方 你心里很清楚 你可以不承认 哪怕他不是 就因为他长得像 那也是他不走远 我不能让这样一个人 留在你身边 你明白吗 你这是无理取纳 妈 我不喜欢你这么干涉我的工作 既然你把公司交给了我 那所有的决定全都在我 我不想这样连我的员工都保护不了 你知道吗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要保护他什么 我做的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保护你 我要把有可能伤害你的人 从你的生活中清除掉 少语 我再问你一遍 假设 我只是假设 假设尚文方 再重新回到你的生活 难道 你还会原谅他们 我们根据客户的需要 做了以下设定 这是我们整个婚礼的主题 颜色呢 是以粉色系为主的 像手捧花 手腕花 焦杯酒的花 还有那个画桶花 都是以粉色的 为了跟这个主题相辉映 我们还启用了非常经典的 卡通梦物形象 那个 是哈勒卡蒂为道具 等会儿等会儿 就 你们这些都是根据谁的要求定的呀 我呀 你放心 我的审美绝对没问题 挺好的 不是你觉着你的审美 跟依然能比吗 你看看你穿的 一身运动装就来了 什么呀这叫年轻有活力 懂不懂啊 不好意思啊 麻烦您那先回避一下 我刚才有点事说 行 谢谢啊 您跟这儿弄了什么烂七八糟的婚礼策划 还跟这儿冒充新娘呢 你懂什么呀 这家婚礼策划 是我以前朋友的关系介绍的 必须打着我的名义才能打折 我这是为你好 而且这家婚礼策划是最好的 从服务到审美全部都是一流 还跟我来劲 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来了呀 依然呢 依然被辞退了 正找工作呢 今天要为面试 辞退了 为什么呀 少雨她妈回来了 把依然辞退了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问半天问不出来 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 为什么少雨的妈妈一回来 就把依然辞退了 还有就上次 在婚纱店 这怎么突然跑了呀 你后来问出来了吗 就照婚纱照这事啊 我是一直想问 依然呢就一直黑不提白不提的 我也没找到一何事当口就 就问清楚了 对 那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何事机会 她被辞退那天喝多了 喝多了我玩命问 就是不说 就是不说 就一件事 就是难受 难受归难受 你也得问哪 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 可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了 这事可不是耽误你一个人 可能还耽误了人家依然 我们呢对你也挺满意的 你又做过独立策划案 心向呢也相当不错 条件呢比较适合我们公司 这样 你先回去 等我们答复以后呢 你才来正式上班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我就回去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行 再见 谢谢 喂 你确定她刚刚去面试了 行 我知道了 继续给我盯着 回公司 喂 你好 对 我是依然 不是 你们没有搞错吧 刚刚还跟我说我的条件很合适 让我回去准备准备就来上班了 不 等等等等 你能告诉告诉我 是什么不可控因素吗 好 好 我明白了 谢谢你 哎 哎 你们怎么才来啊 电话里都说不清楚 我干着急 什么重大发现啊 你猜哥们找着什么呢 机密文件啊 让你看看哥们的办事效率 这两天我就一直想你这事 我总不能让我哥们不明不白就结了婚 所以我通过重重关系 从老师那儿弄到了这张照片 你猜这是谁 脸都看不清楚 这 谁啊这个 尚文芳 可惜就是脸看不清楚 不过我觉得你是这方面专家呀 你看 有可能恢复吗 按照现在的程度 恢复应该没什么问题 哎 小脸 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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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个事儿 我 我这儿呢有一张那个人物的照片 呃 因为年代太久了 这个脸上呢有点看不清楚模糊了 这身上都能看得清楚 你比方他穿的这个砍袖的白色衬衣 那领子上还有水钻呢 那脖子上那香链 连字母都能看得清楚 可就这脸看不清楚了 按照现代的技术现在能修复吗 哦 是吧 那行 那行 这儿 那我明天把这照片啊 拿到店里来 好嘞 谢谢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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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虛 刘虛 不對啊哥 你這個跟我說的有些不太一樣 這個受傷程度明顯不是這樣的 你看這兩側部分都已經沒有了 這樣修復起來 幾乎沒有可能 不是 我 我昨天晚上看她的时候她 她不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 这照片是依然故意弄发的 不对啊 她怎么知道你有这照片呢 我就是怀疑啊 我也不确定 可是你说家里头没别人 那照片昨天还好好的呢 按道理说吧 她昨天找工作 没找着 心情也不好 没工夫搭理我 更没工夫 把这照片弄成这样啊 要照这么说 她心情这么差 还有心思干这事 那这女人心机也太重了 哎呦 关键是现在我们没证明 能证明这是她干的呀 而且照片复原不了了 我们也没法证明 她是不是上文发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那天到晚那没什么事 那老往这儿跑什么呀 我 送照片啊 闺蜜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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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这儿看看 呦 可以啊 这造型 呦 大片份啊 可以一架乱真了 想说什么呀 我今天来吧 是有个想法 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说 我 你不是要结婚了吗 咱就跟美国人学一下 弄一个婚前单身派对 把雷雷啊 依染啊 少语都叫过来 咱聚一聚 你觉得现在这架势 我有心情搞什么单身派对吗 这婚结不结得成 还两说着呢 我觉得这主意挺好的 你想啊 依染和少语要万一真有什么事 你现在弄一单身派 他俩心里该怎么想 说不定我们就能找到 什么蛛丝马迹 不是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想不明白呢 依染 心思缜密 防备心也重 咱们得从少语那儿入手 对吧 现在你们俩结婚 谁最着急啊 当然是少语了 人一着急就容易暴露 真相就出来了 好像听着 有点道理啊 怕什么呢 这项链我怎么见过呀 啊 其实早就应该来看你了 但是这两天公司的事情太多了 回家还得照顾依恋 天乐怕我太累了 就不让我那么操心了 我见过 在医院依染来看我 戴的就是这个项链 你看清楚了吗 我当然看清楚了呀 我当然就想问来着 我想也不是什么大牌子 然后造型也挺特别的 碍于各种我就没问 没错 肯定是这个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 我确定 照这么说 那现在这条项链 应该还在医院那儿 《约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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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了 你怎么在我的房间啊 我这不开空调吗 你房间窗户没关 我关过窗户 那个 依然 那个 后天我们搞了个小范围的聚会 就是那种婚前单身的派对 你一起来呗 婚前的单身派对都是男生 我就不去了吧 别别别别 朋友你都认识 也不分什么你的我的 也不分男的女的 你就一起来吧 我真的不想去了 你看 都是蕾蕾 谭少语 艾宝什么的 你 你还是说不想见他们当中的谁呀 没有啊 依然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没跟我说呀 还是你对我隐瞒了什么事 我有什么可跟你隐瞒的呀 真没有 那这聚会 行 我去 那我先回屋了 你看啊 我找你来呢 这不是我跟一俩结婚了吗 我呢 想搞一个这个婚前的单身派对 邀请你来参加 这一来呢 是想感谢你 在依然上班这段时间里能照顾她 这二来呢 这不是你们俩已经不算是上海级关系了 未来我们就是朋友了是吧 你看这你妈呢 刚把依然给辞退了嘛 依然也没告诉我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 要是依然真有什么事做错了 或者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聚会上呢 和解和解 我这人吧 就属于心比较重 想得比较多 我老觉得依然呢 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跟我说实话 所以我就想 这不是要结婚了吗 未来我俩得生活一辈子呢 最好能解的都给她解开了 你了解她吗 你了解她吗 或者说 你跟她真的合适吗 你这么一问我我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 有些事呢 我从来都没跟别人说 如果不是因为你要结婚了 那我也不会说 但今天我告诉你 我给你很了解吧 我向来做什么事情 目的性很强 我很强势 我不允许自己失败 不允许自己走弯路 更不会跟别人说我失败过 我喜欢 把所有的事情 都掌控在我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这样我有安全感 这么多年了 哪怕我再辛苦 我也的确没有失败过 但没有一件事 一件 那就是我的感情 我 我的感情失败了 你是想跟我说 你 这么多年一直没有 谈恋爱是因为你感情受过错 是 可是 我没听明白你 这和你问我那两个问题 有什么联系吗 就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女孩 才会无果而终 我才是今天的我 我不想从现在开始 未来的林田的 和现在的我一样 走弯路 你那个 慢点儿了吧 怎么样 你是没看见 就她那样吧 不能用 累或者烦来形容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 睡了 问出什么了呀 什么都没问出来 跟我说了好多 她跟我说的吧 我从来都没听过 她跟我说她这辈子 最失败的就是感情 然后说她 她这里头空 反正最后跟我说 让我别和依然结婚 明天的聚会想好了 说实话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但是一想到 真的要去面对的时候 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就 就特别怪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敢相信 跟我生活了这么久的依然 她会一直骗我 我真的特别想 给她一个机会 让她能够真正地面对我 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你别瞎想了 我觉得不是所有撒谎的人 本质都是坏的吗 咱得看看她的动机 你 我们陪我坐会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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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我已经给你擦好了 就在门口直接穿就行了 我还给你包里面放了一瓶牛奶 待会儿出门记得喝了 晚上去之前 你先垫把点吃的吧 要不然对胃不好 不过晚上还是少喝一点吧 意思到了就行了 天乐 天乐 想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 没想什么呀 我怎么会儿等你啊 干吗呀 我爸早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 愁眉苦脸呗 我们是去参加人家单身狂欢表演好吗 一副臭脸讨债啊 谁臭脸了 我一直都有这样 我不像有些人 表面上装得没心没肺的 这心里边吧难受至极 哎呀我还真是好奇啊 你说在这天乐告别单身的狂欢派对上面 你说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和他即将娶的女人 心里什么滋味啊 翻江倒海是不是 什么意思啊你 什么意思装什么傻呀 就说你呢 穿着花枝招展的就是个配角 我跟你说啊 今天晚上你喝多了我可不扛你 什么乱七八糟 是火药了吧你 对啊我就是吃火药了来点我 炸死你 咱们人都到齐了 那我先讲两句啊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能够来参加我和依染的这个 婚前单身派对 那个打今儿以后呢 我跟依染就不再是单身了 各位同志呢要谨记啊 革命尚未成功 你们仍需努力 来 来来来来来 天乐 亦然 天乐是我最好的哥们 以后 替我照顾好的 谢谢谭总 以后我不是你的相思 大家都是朋友 嗯 你跟天乐一直关系那么好 也希望你们两个以后 能够亲如兄弟 我们也敬一个吧 嗯 来我我我就祝你们永远幸福 谢谢谢谢谢谢啊 谢谢啊 一起一起一起 一起一起 好嘞 看你们俩这么幸福吧 让我想起了一个 以前发生在咱们学校的爱情故事 你们想听吗 想想想想 那我讲了 嗯 就是我们学校吧 以前有一个 长得特别帅气 很英俊 家境又很英实的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呢 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两届的师姐 她一直以为自己能跟这个师姐 一直相爱下去 可是没想到 这个师姐后来突然就消失了 从此之后 她就变得沉默 谁也没说 就独自出国了 你讲这故事啊 我还真知道 我不但知道 我还有你这故事里面 女主角的照片 哎 你们想不想看啊 好啊 你干了吗 你干了呀 来 你们看看 哎呦 怎么会成这样了呀 这女的看不清啊 这照片呢 我拿到手的时候呢 本来是可以依稀地看见 这个女孩的向往的 但是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就被人弄成这样了 我也特别想知道 这个女孩是谁啊 这 这实在是看不清了 少语 你看看 你认识吗 爱宝 刚才那故事 就是讲谎了是吧 我承认 那男的就是我 而且那张照片呢 也是我拍的 我还知道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是谁 她叫上门方 那你能告诉我 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吗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啊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啊 这张照片 是不是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 你只需要回答我 是还是不是 是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你是谁了吗 我是尚文芳 我是尚文芳 季远 如果不是我们查清楚 你是打算瞒我们大家一辈子吗 你能给我闭嘴 你能给我闭嘴 你知道我这八年来是怎么过的吗 就算我跟你说了你能听得懂吗 好 就算你听不懂 那你为什么要把照片毁成这样 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身份 为什么要骂我 你别再逼我了行不行 那我就问你 为什么骂我们所有人 为什么骂我到现在 你一直在背后查我 现在有组局 当着这么多人的片 拆穿我 你觉得这样做你不过分吗 我过分 过分的认识 你一直处心积虑地跟天脸接触 一直为了你的钱 你不就是想把它 当作一张长期分票吗 别 谭少语你太无事了 那少语到底怎么回事啊 弄到我们一头里 你闭嘴 这事跟你没关系 明天啊 听清楚了吗 她不是易染她是单文芳 她不嫁给你了 你听清楚了吗 这件事我问过那很多次 你就是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现在回答呢 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 她还有物质 你不要娶她 为什么不能娶她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能娶她 为什么一定要娶她 你爱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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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依然吗 你到底爱她吗 我一直也挺奇怪的 你怎么喝了顿酒 突然就说要娶她呀 你不爱她 你为什么娶她 你不爱她 你为什么要娶她 你不爱她 你为什么要娶她 我那天晚上喝多了 我那晚上喝多了 我回家 你爱她 送我回去 我醒了 我醒了 我在医院的床上 别停了 我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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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尚文芳 我醒了 你醒了 我醒了 你醒了 我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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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过分地认识你 你一直处心纪律地 平天了接触 你是为了她的亲爱吗 她已经不爱你了 她马上就要结婚了 沿着还不再尽力 都不再尽力 沿着还能有绿色 是自由的 你还能说 尽力更多 她的天家 不然姐最好 我都会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我折 我说小公主啊 怎么今天听你的声音都是蔫儿了 你平时不都是活蹦乱跳的吗 最近心情不太好 跳不起来了 你怎么样啊 这么久没给你打电话 今天特难受你还打过来了 妮妮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肯定有事 说吧 我还不知道你吗 什么事都写在自己的脸上 那 如果 算了 没什么 哎 我的小公主啊 你就别吞吞吐吐吐的啦 说吧 如果你喜欢的人跟别人那什么了 你该怎么办 我们为什么要搬出来 不住天乐呢 我们要学会独立了 不能再给天乐添麻烦了 他不嫌我们麻烦 大人的话小孩听着就是了 我先走了 干嘛呢 怡恋 东西都拿不住吗 我告诉你不要惹我生气啊 等会儿我 你还不著想 你还会上台词 在那里说 我不是 对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情不太好 也没点儿去 过来找你 我是不是很丢人呢 自己喜欢的人跟别人上了床 我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但你说林天乐居然是这种人 我真的是看错他了 我 我怎么想怎么想怎么想 都没想到他是个这么随便的人 我告诉你 夏丹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说话 再 再也不理他 我 这个人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了 我告诉你啊 别给我提他以后 你心里还是很难受 对吗 我难受什么呀 我一点都不难受 我告诉你 他不值得我难受 我高兴得很 你这样说 是因为你心里有天了 并且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我觉得 你应该去找依染谈一谈 我找依染谈 那 我跟他说什么呀 他会告诉我吗 把你所有对他的疑惑都告诉他 他应该会向你坦诚的 会吗 也许你说的 有道理 有些话其实说开呢 更好 谢谢